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最新消息 藏羚羊数量已从上世纪末的不足7万只 增加至目前约30万只 藏羚羊保护级别也从兵为物种,降级为禁为物种 根据2020年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调查数据 目前西藏羌唐的藏羚羊数量可达到20万只 青海省及青江自治区在产高季节可分别达到7万只和3万只 由于藏羚羊有迁徙的习性 故在数量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 结合目前的数据 未来藏羚羊的种群数量仍会持续增长 对未来来说的话 藏羚羊种群我觉得如果维持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它的种群数量仍然会持续上升 因为目前对藏羚羊的它的威胁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一个呢就是可能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二个的话就是和家牛家羊的 就是和家畜之间的操场的竞争 第三个的话就是来源于这个 天底像狼啊 它的天底的一个不是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冰威物种红色目录 IUCN在2016年将藏羚羊的评估等级 从2008年的冰威物种调整至金威物种 跨越了两个等级 藏羚羊的数量增长 离不开数年来持续的生态保护和打击倒裂 藏羚羊其实是人类参与到这个动物保护里边 最成功的一个案例之一 其实是和人类干预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只有政府的参与把这个藏羚羊的这个倒裂给遏制住 才能够让藏羚羊的种群像现在的一个向上升的趋势 虽然近年来藏羚羊的种群数量有所增长 但是对于藏羚羊的未来保护策略 依然需要谨慎和透彻的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 由软黄金支撑的藏羚羊融的巨额利润 导致大量的藏羚羊遭到捕杀 在心脏高原曾达到百万只之多的藏羚羊数量急剧下降 甚至一度面临灭绝的危险 那么对持续上升以后会不会引起我们保护策略的改变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研究 科学研究来支撑的 虽然是人类参与了一个最成功的保护案例 但是因为藏羚羊它这个羊绒的 非常高昂的这个经济价值 我觉得一旦放开的话 可能会引起又一轮的这个 或者是倒立这种发生 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从大熊猫到藏羚羊的接连降级 背后是无数野生动物保护者 在一线的默默付出和几十年如一日的勇敢坚守 截至2021年7月 可可西里保护局境内 及周边地区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到七万多只 连续十一年实现了林道列